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什么好混乱 大家笑看 冷静的看大选就好 来 这个有第一标 白色的那张 马英九的那张 大小光弄出来 明天侯仪有一个国际记者会 明天不是现在 因为昨天是赖清德跟肖美琴 明天应该是侯仪跟赵阿康 我们在看侯仪跟赵康在国际记者会 因为这个世界各国的来了一百多个媒体 两百多个记者 让他们来采访官选 我昨天就跟大家解释说 每次的大选都有这个类似的 这样的一个这个国际的媒体来采访 那没关系 因为我觉得这个国际记者会 就距离选举就投票就剩两天了 那侯仪在记者会表现得好或不好 其实它直接就影响到这个选军 因为越靠近选我们在选前十天是不能公布民调了 那所以能够影响选情的重大因素 比如说昨天的那个那个简讯的那个所谓的卫星 那个乌龙 那个是全国民众都关心的 那这个题目你要怎么去让他 让他发酵 在这个上面去这个这个得分 然后转换成你选票的这个支持 对这个我也不晓得为什么 好 这个我们来等我一下 我来我来 好 这个 就是说 这个 不会有太 就是说你没有办法用民调去操作的时候 你就要有重大的时间去 让选情 让对你自己能够加分 这几天 这个打这个费死的部分 我不晓得 能够引发的效果有多少 那像之前打的那个赖皮疗的那个部分 显然是没有打中 赖皮疗的部分是没有打中 那费死的题目 我去年就讲了 然后也没有打中 所以明天的国际记者会 那这么多的这个媒体在 当然 我们国内其实媒体 每天也都跟着这些候选人在跑 也跟着侯友宜跑了大半年了 那 我比较 这个 第二标给我来 第二标 这个是德国之声 他访问前总统马英九的其中一个段落 那 这个我 从后以今天这个回应 因为他说他跟马总统的这个看法不太一样 其实这个回应是不好的 为什么这样讲 就是说 你光看我贴的这句话 德国之声问马英九说 您认为您可以信任习近平吗 马英九回答说 就两岸关系而言 必须相信他 就这两句话 德国之声问说 你可以信任习近平吗 马英九说 就两岸关系而言 必须相信他 那记者就拿这句话跑去问 侯友宜啊 那马英九说 可以相信习近平 你怎么看 那你要怎么回答呢 其实各位听众朋友 如果你四年前就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甚至更早 包括马英九在选总统的时候 我没跟你开玩笑 2007年 因为2007年 我就已经在这里了 马英九也好 蔡英文也好 包括后来选总统的韩国瑜 我已经讲了二十几年 讲到我自己都麻痹了 怎么说麻痹呢 因为这个是一个很蠢的事情 这个在我们圈内叫做问反应 什么叫做问反应呢 就是拿马英九接受德国之声专访的话 去问侯友宜 这个叫做问反应 你觉得马英九回答说 他说可以信任习近平 你怎么看什么的 这是一个很 这是我们 长久以来很糟糕的一个 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 这个 漏袭 为什么这样讲 就是说 你说像德国之声 他怎么可能只问 专访马英九只问一个问题 然后就再见 不可能 他是一个一长串的专访 所以在问这一题之前跟之后 他一定有别的问题 是综合在一起的 那我们记者抓标题 一定是抓这个highlight 就说 马英九说可以信任习近平 怪怪这不得了的 我觉得侯友宜是完全 缺乏这方面的训练跟准备 那我举个例子 就是2019年的这个习污点 2019年的1月2号 这个我讲过很多遍 可是这个也是韩国语表现最好的时候 后来他就一蹶不振了 他不听我的话 我也没有办法 我也很无奈 2019年的1月2号 大陆办了一个活动叫做 告台湾同胞书 40周年的纪念大会 习近平亲自出席还致辞啊 那习近平里面 啪啦啪啦讲了一大堆 就所谓的习污点 其实都是旧的 以我看来大部分都是旧的 可是对蔡英文而言 这个 如同溺水的人抓到浮沫 习近平早上开记者会 这个习近平早上致辞 蔡英文下午就开记者会 马上就回应了 然后当时记者就拿这个习污点 去问当时 当红榨子及韩国语 问他说 韩市长 你对习污点的看法是什么 那韩国语那时候人 当然在高雄 他被问到习污点 他说 等我回去做功课之后 我明天再告诉你 就这样 我在忙市政的行程 我才刚上任高雄市长 不到一个月 才几天而已 我忙得不得了 你跑来问我习污点 我又不是总统 我又不是行政院长 我也不是陆委会主委 你问我这干嘛 你怎么问我 我是高雄市长 你问我习污点干嘛 那韩国语的处理非常好 就说 我在忙嘛 我在跑市政行程 你问我习污点 哪五点我都不知道啊 那侯友宜犯的一个关键性 那德国之声访问马英九 马英九说可以信任习近平 你怎么看 那我要回答什么 侯友宜跟他的幕僚准备好了吗 你这时候的做法是什么 你应该告诉媒体地址说 我正在扫接拜票 我记得和我已经很像在高雄还在哪里 在扫接拜票 这个马前总统接受德国之声的专访 我们稍后总部这边来回应 我忙着在拜票我怎么回应呢 我怎么知道马英九他那个专访漏漏灯 有前面问很多问题 后面问了包括九二共识 包括这个拜登骂习近平是独裁者 然后这个什么 什么军购什么的 就是问了很 他不是只问一题呀 那你要怎么回答呢 你就不应该回答 你应该告诉媒体说 我会有我的看法 譬如说很简单嘛 我明天有国际记者会 明天国际记者会 因为招待的是国际媒体嘛 这个问题我会在国际记者会回答 因为明天德国资深也会来嘛 我会在记者会回答好不好 谢谢大家我先去拜票 我们一定会回应这问题 那我跟马总统 我们都是国民党的 我们对不对 我们沟通绝对没问题 但是这个题目 我现在在扫街拜票 我没有办法回答你 我先把马总统的这个整个专访 了解之后 我们总部有一个公开的这个讲法 明天国际记者会 我来回应 这样就好了 你要回答什么 你前面没看 后面没看你要回答什么呢 所以我很反对像那个政治人物 去接受那种像那个什么 什么贺隆夜夜秀啦 什么快问快答那些很 很没有没有sense的东西 请问你交过几个女朋友 请问你一天端赚多少钱 什么那种很无知的题目 你快问快答干嘛呢 你问这些题目干嘛呢 那你像你问这么难的问题 问他说这个马英九前总统说 他在两岸关系的部分 他相信习近平 他一定有他的脉络嘛 有他的前言后语嘛 那你要叫他怎么回应呢 那比较比较 叉叉的媒体就一定是拿这个大作文章 抓到马英九了 马英九是中共同路人 马英九说他相信习近平 他是什么东西相信习近平啊 哪一个部分相信他 你看得清楚吗 还是你要跟我最后要谈的那个 矿工的小孩一样 什么都看不懂 然后就是随波逐流啊 各位听到没有 我们媒体随波逐流的多啦 来阿兹给我那个 那个黄国昌那个 一左一右那个 第二段的第一标来 随波逐流的多啦 看得清楚问题的人很少啦 去人塞人塞人的较快啦 那很简单 明天侯友宜有国际记者会 明天他国际记者会讲什么 我们明天再来谈啊 那我不晓得今天要谈什么啊 那谈那个 他说我跟马英九的看法 有些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啊 那你跟赖清德又有哪里不一样 这事实在 要说这事实在是 好 你在画面上看到的 第一个是这个 馆长跟黄国昌啊 昨天他们到NCC啊 去包围啊 其实讲包围是比较夸大一点啊 就是NCC你知道吗 就在那个 那个信义路跟杭州南路交叉口那里 他们跑去抗议啦 现场我看了一下 应该几百人是有啦 因为其实NCC前面那个广场也不大啦 几百人很快就满了 那黄国昌跟这个馆长啊 他们就开直播啦 然后几个人跑去助讲啦 然后在那边跟大家这个群众那个 那另外你看到是前几天 这个是黄光琴专访黄珊珊啊 说媒体最肮脏的一面 因为之前这个黄国昌跟黄珊珊啊 那他们开的记者会就直接点名 就骂这个三立跟东森啦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他的意思就是说 在新闻的呈现里面 三立都是捧 那清德嘛 这不用讲嘛 三立当是支持赖清德 不然他支持谁呢 然后他们说东森是支持侯友谊的 然后柯文哲呢是被假杀 柯文哲在三立在东森 新闻是出不来的 啊政论节目就是被骂 柯文哲就是被骂 被批评啊 被酷守啊什么的 那他们觉得不公平 柯文哲觉得不公平 黄珊珊觉得不公平 黄国昌也觉得不公平 所以昨天 这个昨天晚上啊 这个黄国昌跟馆长啊 就带着这个 这个可批的支持者 数百人应该有啦 到NCC前面去静坐 然后当场就开 NCC的人都下班 我相信NCC那些叉叉 这个戏也戏抖也抖 早就跑掉了 你也其实坦白讲 你也不是去赌他嘛 你只是借由NCC前面的那个广场 然后聚集群众 然后大家把NCC这个骂一顿啊 不过 我觉得比较好奇的是说 我很少看到 说这样子正面开战 大媒体 因为你知道三立跟东森都不是一个台 三立有很多台 东森也有很多台 他们都是大台 这名不其实的大台 我觉得柯文哲这样子正面开战 坦白讲是蛮罕见的啦 我们先进广告来 飞地晚餐 我是陈辉文 那刚刚跟大家提到说 那个不是真的包围啦 好就是 秀一下啦 黄国昌跟馆长就做个秀 去NCC这个 比划比划 好我们有来哦 到此一游哦 开直播哦 好然后现场多少人 然后现上观看多少人 好然后骂一骂 把NCC卖一顿 因为 我要跟大家解释说 NCC其实管不到媒体的 我是说 他们没有公平的对待 每一个候选人 那你说能怎么办呢 你难道叫NCC下公文吗 NCC逼着每一台 比如说 我一个小时的新闻 赖清德要20分钟 然后霍卉宜要20分钟 柯文哲要20分钟 我要这样平均分配吗 因为长久以来 他就是不公平的分配啊 好比如说 四年前的总统大选 中天就是 一路就 就是挺韩国瑜啊 对不对 他的里面就是 百分之多少的新闻 他就是支持韩国瑜啊 相较于蔡总统 他就比较少啊 所以你也看到蔡总统 成功连任之后 他怎么修理中天 他就把中天给关了 他直接把他关台了 他管你3721的 好所以你看 阿扁总统当年 他是要关TVBS的 阿扁啊 谢长廷啊 那都是行政院长 是谢长廷 阿扁是总统 他们是 因为TVBS一直踢爆 他们的弊案嘛 他就觉得很怒说 你为什么一直 一直扯我后腿 然后民进党 里面义愤填膺啊 就把TVBS给关了 问题是 你自己陈水扁的弊案 跟TVBS踢爆 是有什么关系吗 是你自己贪污舞弊的 跟这有什么关系 结果当年要关TVBS 没关成 后来蔡英文要关中天 就真的把中天给关了 好所以这个差别 其实 我是觉得非常 那我讲一下黄珊珊 他指控这个东森的老板 对他的这个威胁利用 我不晓得黄珊珊 有什么证据 但是以我自己在媒体 这些年的经验 我不太相信黄珊珊讲的 他说什么 什么他可以找侯友宜 让黄珊珊去新北 准备接棒 这叫黄珊珊支持侯友宜 侯友宜去选总统 然后呢 这个以后新北市长 补选就是黄珊珊 还有这样子私相授授 那个是侯友宜的家吗 侯友宜说谁就谁吗 根本就不是这样子 而且我也不太相信 东森的老板会做这种 这个有什么 因为 黄珊珊说是去年三月的事情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在是几月 现在是几月 现在是一月 去年三月的事情 你现在才讲 你是有什么问题吗 基本上我也是不太相信 没关系 黄珊珊觉得他被这个 这个威胁力 这个有第三标 这个大长花都可以占领立法院的 NCC呢 所以我就告诉你 黄国昌这种都是 会咬人的狗是不会叫的 NCC怎么样怎么样如何如何什么的 那你就占领NCC啊 你当初不就是你们去占领立法院吗 我是要告诉大家 我不是鼓励大家去占领NCC 你不要误会了 我是要告诉大家 当年的大长花 有多么的荒谬啊 当年的大长花 就是黄国昌 柯文哲 民进党 那林非凡那些都是演员啊 陈威廷就说我们演了26天的戏啊 陈威廷讲的不是我讲的 我们演了26天的戏 然后你大家看得如痴如醉啊 那你到现在还有认为大长花是学运啊 基本上就是完蛋了 就国民党你要把这些东西 那个观念导正过来 那个东西是假的啊 好我特别谴责像黄珊珊黄国昌这些 你们学法律的 应该告诉大家那是假的 任何的法案是不可能在委员会通过的啊 就不晓得这些 这些律师到底到底在什么叉叉什么来 啊这给我那个影片来 第四标来 啊柯文哲觉得他媒体对他很不公平 没有关系 我来给大家看 以前柯文哲在当台北市长的时候 他是怎么修理媒体的 你看他怎么修理媒体啊 他怎么他当初是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态度 他现在爱摸爱啦 你看他之前 他的这个嘴脸是什么 我播这个影片给大家看 来 画面转一下转圈圈一下 这个讯号好像不是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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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遣那个记者啊 因为我就告诉你说柯文哲是个说谎的人啊 啊 他消遣记者说我们到底到底摆平你了没 你可以从 你可以从画面上看到啊 这个不是不是只有一支麦克风 现场很多支麦克风 那就围着柯文哲 所以不是只有一个记者在现场 可能也有单机啊 我们所谓的单机就是说 摄影记者没有文字 这个叫做单机 那有文字记者帮忙拿着这个麦克风 然后你看这个画面这样子走来走去 这个我们换灯片啊 换灯片你看得更清楚啊 柯文哲讲什么 到底我们摆平你了没 还没摆平你啊 那我们私底下再来讲好了 他的态度是这样子啊 这在当时闹得也很大 我就请问黄珊珊跟黄国昌啊 你们现在觉得柯文哲被媒体打压很委屈啊 什么三立对你怎么样啊 东森对你怎么样 那我请问你 柯文哲当初摆平了什么记者 柯文哲摆平了谁 他为什么对这个女记者讲说 到底我们摆平你的没 他为什么讲这句话 为什么 台北市长可以摆平记者 哎早点讲嘛 这怪怪 那你摆平了谁呢 今天柯文哲有这样的一个场面 没有媒体的推破助澜 他要大尾啦 我们就讲三立好的 在2014 2015 2016 至少在2016的时候 三立是非常支持柯文哲的 当然也包括独派啦 本土社团民进党那些人 那时候柯文哲到民进党就没去屁民嘛 就是在那个国安会AB搞两岸一家亲之前 两岸一家亲是柯文哲很像去上海吧 他不是讲那个两岸一家亲吗 后来就开始翻脸 那国安会 这个你现在看到这个2018年 他是有故事的 我简单把故事 这个 这个跟大家讲 来第五标来 我们换单片让他跑第五标来 这是国安会的AB搞的风波 我就跟你讲说柯文哲 他习惯性的说谎 他在双城论坛讲的两岸一家亲 民进党跟独派就翻脸 说你不是默律的吗 你不是我们这边的吗 你怎么会讲两岸一家亲呢 就开始弄了 那时候独派就觉得说你柯文哲怎么这样子 我们一路把你栽培到台北市长 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 翻脸不认人 那柯文哲呢他那时候就瞎掰说 我这个我有跟小英报告啊 我有拿这个讲稿 先送给国安会啊 国安会说可以的 我就讲两岸一家亲 我有先把稿子送给国安会看啊 对不对 那小英的国安会都说 我可以讲两岸一家亲的 我就照稿子念 你们怎么骂我这样子 那你知道柯P啊 被叫酷P啊 这也不是浪得虚名 很爱靠啊 讲着讲着就会哽咽什么的 这个怎么 我在面对阿公啊 怎么样什么的 大概就来这头 后来呢 就是你画面上看到拿麦克风 这个女记者呢 我也不晓得她从哪边 这个得来的讯息啊 说柯文哲送给国安会的讲稿 有两个版本啊 我跟各位讲 这个在20172018 我们都讲过了 就在飞碟晚餐跟你讲过 那你这个对我来讲是旧文啊 但是我猜大部分人都忘了 我简单讲一下 就是他的有两个版本 叫AV稿 也就是说 柯文哲送给国安会的版本 是没有写两岸一家亲的 那你拿给国安会的版本 没有两岸一家亲 你为什么在上海又讲两岸一家亲呢 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又把责任推给国安会呢 你就是说谎的人嘛 然后这个风波那时候潮很大 说到底拿什么 那国安会他们当时讲说 你稿子给我拿什么AV稿 什么的 胡说八道 然后刚刚不是讲说 你到底摆平记者了没 台北市议会那时候也追他 媒体也追着他跑 柯文哲很赖皮 他讲一句说 电话也不是我打的 电话也不是我打的 你去问王世坚 王世坚那时候很生气 王世坚台北市议员嘛 他不是每天在电柯文哲吗 柯文哲说电话不是我打的 那电话不是你打的 那是谁打的呢 你怎么想要去摆平记者呢 为什么记者是可以摆平的 我认识你老板了 我认识谁 打电话跟他讲 不要再追国安会这个事情了 什么AV稿 这个讲出来我就丢脸了 我就 我妈咪倒霉啊 到底我们摆平你了没 那 讲完了被人家追问 他说反正电话不是我打的 那谁打 那表示有这个电话 原来柯文哲是可以施压媒体的 他是可以摆平记者的 电话不是我打的 那谁打的 他那时候讲的是那个 这个刘亦廷啊 那是这个柯文哲的这个 台北市政府的这个 这个观光传播局的局长 他去接那个简余宴啊 本来的这个观光传播局的局长 去简余宴 这刘亦廷就接他 来阿志给我那张公文 那我们来上第六表 这故事又从这边讲起 这个台北登节啊 当时也是无烟瘴气啊 那本来简余宴是帮 柯文哲打选战的 2014这个 他第一次选台北市长之后 这样一路这样过来 那简余宴跟柯文哲什么恩怨 我不要 我不要替我的学姐讲啊 让简余宴自己去讲 台北登节这个弊案 我简单讲就是这样子 有一个厂商得标 就是台北登节的活动啊 布置啊 宣传啊 整个什么 我记得很像是4000多万 这个标案 标到了 很高兴要做这个标案 然后呢 柯文哲就说 这活动 要有指锋车啊 指锋车大家知道吧 指锋车就是 很偏绿的那个团体 这指锋车 我们安排个活动给他 1000万 1000万 然后德彪那厂商就不高兴了 说我好不容易 我抢到这个台北登节的 这个 这个campaign 这个4000多万的案子 我为什么要1000万给指锋车 为什么 就我很想问柯文哲跟蔡壁如 为什么要1000万给指锋车 黄国唱 黄珊珊 尤其是黄珊珊 especially 你是台北市议员啊 为什么一定要1000万给指锋车呢 指锋车没有得标啊 得标的是另外一个厂商 那我得了4000多万的标案 我为什么要分里面的1000万给指锋车 为什么啊 凭什么 柯文哲你不是标榜什么 那个叫什么 理性物实科学吗 这个合理吗 譬如说你今天好不容易 标到了一个4000多万的台北市政府的工程 一个标案 一个台北登节的标案 然后说你4000多万里面 你拨1000万给指锋车 我没有减贪啊 我没有投下一框 对不对 那指锋车你有本事你自己来标 你没标到 为什么我要分1000万给你啊 这个新闻就被一个网路媒体写出来 中间那个 那时候的台北市的副市长是陈景峻啊 现在的监察委员啊 以前民进党的三重市长 民进党以前的那个行政院的秘书长 陈景峻 这人不错啦 陈景峻我当然认识这人不错 他也很委屈啦 我就跟你讲说 柯批的副市长 柯批的台北市政府的一级局处所长 大部分都是好聚不好散 像黄珊珊这是例外 没得去看台北市的其他的副市长 台北市的一级局处所长 好像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大巨蛋 那个那个林周敏啊 你去问他们 他们对柯批的印象怎么样 那个 我们就先讲台北登记这个 要一千万给子风车啊 好 那厂商就不高兴 这个有一个网路媒体的记者就把这个 我刚讲的这个故事啊 把它写出来 写出来之后 那时候柯文哲在国外访问 他很生气啊 说 我前两天在我的直播播的不是这个哦 我前两天 在我的直播播那个 柯文哲骂简苏培那个 那个是大巨蛋 大巨蛋缓大巨蛋 我现在跟你讲是台北登记 就那些无知的人就以为柯文哲在台北市八年做得很好 那个你们都是被骗了 我现在信手拈来 他就一大堆弊案了 随便举例都一大堆了 那讲得完 我们先把台北登记讲完 不是那个巨蛋的那个录音呢 我现在就讲台北登记这个事情 他很生气啊 柯文哲说 我们这个丢脸的事情怎么被记者写出来 一定有人泄密 对不对 我也同意柯文哲讲的一定有 不然我们我跟你讲了 我们记者 很多新闻是被喂的 这样你了解 你说他们内部在开会 你怎么拿得到录音带 譬如说我就讲大巨蛋那个录音带 简苏培在台北市约公布 看你这气死啊 我台北市政府是这样被监听了 起到要抓公 好那问题很简单嘛 你台北市政府一级局处首长开会 有人录音谁录的 谁录的一定是你们局长 局长跟局长谁录的一定有人录不然怎么可能是简苏培去录的 那我们还要讲台北登节因为时间关系准备进广告的 我把台北登节这个讲完 我先解释一下这个画面 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个记者协会发给柯文哲的公文 这很好笑啊 柯文哲不是很生气吗 说我们台北登节这个丑文怎么会有记者写出来 谁写的 好某某记者写的 封杀他 不准市长是任何人在跟他联络 那一定是你们讲的嘛 你们谁讲的 好我封杀这个记者 然后要求他们把手机拿出来 好市长是的那些人把手机拿出来 不准再跟这个记者有任何的联络 封杀这个记者 所以记写才会写这个公文 你现在画面上这个公文 写个公文去跟柯文哲抗议啊 说你怎么可以封杀记者呢 最后一标给我第七标 你这样你对记者很那个啊 你没听媒体 你说是人家为了新闻或是媒体自己跑来的 这个独家我们无所谓 那记者写 不然你告诉我说 难道这个网路记者写的是假的吗 就我刚跟你讲的 台北灯节这个故事是假的吗 是真的啊 这你去问蔡壁如啊 看我讲的在哪假的啊 这个当时媒体都写过了 然后为什么一定要 一千万给子风车呢 当时媒体就说是林景昌啊 林景昌 学长你好 林景昌啊 说林景昌跟柯文哲很好啊 我也搞不清楚啊 我到现在我也搞不清楚 为什么台北灯节会 落不着啊 北里晚餐 我是陈辉文 那礼拜六我们就会选出新的总统啊 那一号二号三号啊 有一个人会当选 有两个人会落选 那当选的我们就恭喜他 好 两个落选的我们就安慰他 好 那国家必须往前走 谁来带领我们往前走 就由选票来决定了 好 呃 这三个我觉得都不好 好 然后就很多无知的网友说 你呀呀呀你真厉害你出来算 这种无知的谈话就不值得回应了 我就跟你讲这三个都不行啊 那但是很无奈这三个都不行 可是这三个里面有一个会是我们的总统 未来四年的总统是要看他 吼我就不讲了 赖我也不讲了 我们就讲刚刚这个克批啊 他在台北市政府八年后 有几件事情我印象很深刻 其中有一件叫撤谎 撤谎 我就讲是什么大巨蛋的一个民调 还是什么公文什么的 被记者还是议员踢爆了 他很生气啊 他要求三个人 那个我们当年都讲过了 那个都是旧的啦 就他逼台北市政府的公务人员 你们要接受撤谎 一定有人泄密 然后我记得其中有一个 被列为嫌疑人的这个 这个要求撤谎的人 被要求撤谎的人 他说我不接受撤谎我不干了 我不干的总行了吧 我为什么要接因为我要告诉你 台北市长是没有资格逼你撤谎的 我讲简单一点 比如说我是法官 你是被告嘛 我是检察官 你是嫌疑人嘛 我是法官哦 我是检察官哦 我可不可以要求你去撤谎 可以吗 不行了 我没有义务接受撤谎啊 你以为你在看那个 Mission Impossible 你踢Cruz哦 你叫我撤谎就撤谎 你中邪哦 没有人可以要求你去 譬如说警察 警察因为警察很多坏蛋啊 坏警察 你要撤谎哦 你不敢接受撤谎 你心虚 谁跟你讲的 谁跟你讲说我不接受撤谎 是我心虚 你不能要求我撤谎 因为撤谎不能当证据啊 柯文哲连这个概念都没有 我以为一生都黑白来 黄国昌跟黄珊珊 我也不知道他们法律念 测谎可以当证据吗 你是电视看太多 电影看太多 测谎是不能当证据 测谎的结果是没有证据力的啊 那既然没有证据力 你叫我测谎干嘛 就心虚的你是你 他就要求那三个 被怀疑人说你们要接受测谎 我看了在目瞪口呆 很离谱啊 我刚讲那个 我也觉得唐木结舌 你们要把手机交出来 不准再跟这个记者联络 就跟小学生一样 还把手机交出来给你检查 你说这种人 他连台北市都做不好的 他会是个好的总统吗 我跟你讲啊 磕粉是叫不行的 你现在讲他一定很多人批你说 哎你程辉文你磕黑 你这样你这样 我都无所谓啊 那是因为你 你看不清楚柯文哲的真面目 你被他骗那是你家的事情啊 跟我什么事 他在台北市 我刚讲的东西都现场直播嘛 我讲黄珊珊黄国昌柯文哲 哪一句讲错的 你叫他去告我嘛 我一定奉陪啊 那你敢去告我 我就告你误告啊 我讲的都是有所本 每一件事情都有所本啊 我不是一直呛高鸿安叫高鸿安告我嘛 高鸿安你也比较高鸿安 我是没时间骂高鸿安 我告诉你 懒得跟他计较啊 对不对 那我们做这个工作的 我还怕你告吗 对不对 我没有把握我敢讲嘛 我跟其他的名嘴一样嘛 随便鬼扯瞎掰吗 我都欢迎来告啊 那个不是当事人的就不必了啦 我看得很不高兴 你免得抓住 你叫柯P黄珊珊黄国昌 馆长也可以啦 无所谓 高鸿安 我哪边讲错的 我哪边污蔑你呢 羞辱你呢 你去告我没关系 我讲的都是真的 每一件事情都经得起检验啦 就跟我现在跟你讲这个事情一样啊 这个是韩国瑜在这个造势场合 被绿媒扭曲啊 这直接给我第三标好了 我们时间关系第三标 我播个50秒的完整版本 我播这时间后只能播一次给你听啊 50秒的完整版本 韩国瑜到底讲了什么 你听听看他讲 你觉得他有讲错吗 50秒的完整版本 他在这个造势晚会讲的这个版本 等我一下 我找一下 50秒的版本来 前面是CG啦 后面是他讲话的部分 请大家听清楚 让我说明白 第一 当赖清德说出 中华民国是灾难 中华民国宪法是灾难的时候 他已经没有资格 参选中华民国总统 大家说对不对 没有中华民国的保护 没有政府的照顾 一个矿工的小孩 怎么能当上中华民国的副总统 然后现在来准备参选中华民国总统 这是吃中华民国的饭 砸中华民国的锅 断中华民国的根 我们全力用选票 透气来信答报 你这样子 50秒完整给你听完 他到底哪一句不对呢 阿智我们让画面跑一下 谢谢 我怎么看都没 我看不出来在哪里讲错了 也许讲矿工小孩那个 比较容易被人家那个 可是我觉得这个 我播这50秒的完整版本 我要告诉你韩国瑜是金德琪检验的 他没有讲错啊 可是为什么这么多人要去扭曲他呢 我实在是 这我实在是很难理解 这个桃园的赵氏晚会讲完之后 绿媒就去扭曲说 韩国瑜这样这样这样 后来韩国瑜去台中 记者追问他 这给我一左一右那个 红色那一张 我播那个记者追问他的版本给你听 你看这些记者有多激动 我是在 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记者 我再播一遍给你听 你看这媒体有多悲哀啊 我特别把它做成这个CG 记者语气激动的问韩国瑜 为什么矿工的小孩不可以当副总统 为什么矿工的小孩不可以当副总统 我想请问这位媒体记者 你是看到鬼啊 你这就是看到鬼啊 为什么矿工的小孩不可以当副总统 三级平护的小孩都当总统的 为什么矿工的小孩不能当副总统 你是在说什么笑话啊 所以我很悲啊 我要告诉大家 你看到那个采访的场合啊 你看很多的记者在看手机 在滑手机你不要误会 为什么呢 我跟各位讲原因 因为很多无知的长官啊 在遥控啊 你知道啊 譬如说柯文哲的场合 或是何欧宇的场合 记者拿着麦 他一直手在拿麦 一直手在看手机 为什么呢 是因为坐在办公室的长官 会传赖过来 你待会要问赖清德什么 你待会要问柯文哲什么 他会下命令啊 所以我合理怀疑 这么无知的问题 是不是台北采访中心的长官 要求你问啊 激怒韩国瑜 跟塞人 就跟我开直播很多 那个叉叉跑来 讲那些插话一样 我不会受你影响啊 我不是第一天 出来混社会你嘛好了 你来钓鱼我还上钩 你是你面望啊 所以我现在是佛系的经营 那些说 我都不理会 他在每天聊天室 帮我增加流量的 我都不好意思啊 那些叉叉你们都不用来了 你们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 去帮一号二号或三号加油 看你喜欢哪一号 你去帮他加油 你跑来怼我是没有用的啦 但你看这个记者 我播另外一个版本给你听 你看那个记者多激动 为什么宽宫的小孩不可以当副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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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原谅这个记者 我合理怀疑你可能是上面逼你问了 台北采访中心的叉叉逼你一定要问这一题的 那如果你看了那五十秒的版本 你根本就不会问这一题 我插播一下 我今天听那个那个南部台湾人国宝宫 庄天君阿姓跟姚人 这个庄天君是我敬爱的前辈啦 我们广播界的前辈 阿姓阿姓以前是载客车的 他是call in去电台 说得很练等的 他变成主持人你知道吗 阿姓的这个这个这个故事 很很很传奇的 他本来是继承车小房 call in去练 练练练 哇你怎么练练这么好 不如你来电台跟我做主持人 他变成电台主持人 庄天君阿姓跟姚人 姚人可能比较少年的样 今天姚人就说到韩国的这些事情 他讲什么呢 韩国语 他说台语我翻成国语 韩国语 你凭什么说 矿工的小孩 不可以当 副总统 你凭什么这样子讲 他就加油天主给他倒下去 那时候我在开车 韩国语有讲这句吗 他讲的意思说 矿工的小孩凭什么当副总统 应该是这样讲比较 矿工的小孩凭什么当副总统 他重复讲好几遍 我想说 你这电台你本来就听 赖轻德的就修理韩国的 你说这个我本来想说就算了 因为你们本来就支持赖轻德 支持民进党 然后你要这样再张抹黑韩国语 我也就算了 说矿工的小孩凭什么当副总统 结果呢 我在等红绿灯的时候 阿生吵话 阿生就很重要 他也现场直播 他说 我们不要把韩国语 惹话 他没说这句 韩国语没有说 矿工的小孩凭什么当副总统 他没有讲凭什么 你哪有说凭什么 没有啊 来给我蔡英文那张来 蔡总统那张给我 那换那个标 你看蔡总统这是什么水准 蔡英文说什么 蔡英文表示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 赖清德是矿工的儿子 当然也可以当总统 你是在说什么销威 蔡英文就是人小的 他没有讲这句啊 蔡总统你也是人云亦云的 你的水准就是跟那些 绿媒的名嘴在那边瞎掰的一样 韩国语讲这句有讲什么吗 为什么要讲那个什么 什么矿工的小孩 为什么不可以 你们都是在鬼扯 所以昨天韩国语来 这给我那个三立那个影片 三立最后的标 我们时间关系 我们要赶快来换题目 不然讲不完 这个贪多脚不烂 这个影片播不完 后来韩国语就直求对决 这个问这个三立到底进步了没 我们来听听看来 三立电视台啊 过去我说你是两立少了一立良心啊 这两立一个抹黑一个造谣 这么多年你都还没有进步吗 三立电视台啊 进步吧 不要再抹黑造谣了 谢谢 我看了这个我再次哈哈大笑 各位听众朋友 这个就这样子啦 社会自由公平嘛 四年前三立是怎么修理韩国语的 现在还在修理韩国语 你觉得三立有进步吗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见拜拜 就爱点你 UFO